郭柯佩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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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郭台銘的默契好像最近都很好 像昨天有說到禮拜一再說 跟你們一起說 民調跟民意是有差的 當你不想說話的時候 就說明天再說 這是人之常情 作為人類共同的語言反應 你說禮拜一再說 明天一整天沒有行程 是打算明天 明天沒有行程 所以明天會打算跟郭台銘見面聊聊嗎? 沒有啊明天 沒有排這個行程 會想跟他見面聊聊嗎? 再講吧 不過至少現在是沒有這個行程 國家幫你養這件事情 其實郭台銘也是用跟你類似的想法 其實你們兩個的政治好像有點重疊到 其實這個是這樣 每天面對的問題都差不多 一個政策 從開始構思還有找錢還有設計 所以老實講我發現 政策最難的是執行力 就是說你要怎麼設計出來 還要把幼稚園的園族找來 要說明 那個縮帖還有SOP 所以我發現韓國要比較容易 真的要實在的去做 還要花很多時間 如果要接民進黨副秘書長 你怎麼看這項人事安排 畢業的總是要找一個工作 不然怎麼辦 所以人家又說要請青年票 第一份工作就副秘書長 這沒問題 他以前指揮過太陽花學運 這麼龐大的部隊 應該是還可以 所以他搶了青年票之後 你覺得民進黨會有機會 拉到很多年輕族群的選票嗎 就不知道 反正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一份工作 去做了效果怎樣才知道 他之前有狂罵民進黨 可是現在又當他們副秘書長 會不會覺得有點矛盾 他有罵民進黨 有罵過 他說前瞻計畫就讓他們繼續墮落 前瞻計畫的確是很墮落 沒有錯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 現在他請了林非凡進去當副秘之後 因為林非凡跟實力的關係很好 是不是下一步就是尋求跟實力的整合 其實齁 這個這樣 你真的在政治圈實際運作就曉得 其實是這樣 你不要幻想一個政黨 然後一二三口徑一致 很難欸 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所以你看民進黨裡面也是有 有新潮流有謝系有什麼政國會 有什麼一大堆的 一樣嘛民進黨也是地方派系臨立 所以常常不要幻想說 我那個標籤貼下去 然後從此 又不是那個湘西感濕劑 一貼然後每個都動作一致了 沒辦法 郭柯沛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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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曉得 來來來來 郭柯沛有可能性大嗎 郭柯沛有可能性大嗎 好來來來來 要訪問先道歉嗎 他有道歉嗎 還沒啊還沒道歉 要不要繼續問他 那你們繼續幫我問就好 就先給我們再去 erased 有管我 但是我們不要緊 走到美國的這門禮拜 然後我們來走 走到外套 開始走到阿聖童 其實我們要認識 我們要感覺到 從兵達人的這種人 開始經過了 我們要用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